宁夏男子也为父亲生病十日不多 奶奶八十多岁了想看的大孙子去媳妇 逼迫二十二岁女孩和他结婚 其中遭到女方全家人的反对 差点把男子轰出女方家里 让我们先看看图雷老师的一番话 我们家庭反对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你父亲的病 父母会这样考虑 希望自己的女儿不要拖累于其中 其实是可以被理解 这样的话让他难堪 让你的父亲也难堪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你不应该逼他 也不应该逼他的父母 应该让他自己思考清楚 愿不愿意嫁到你们家来 和你共同的服侍你的父亲 或者承担这样的经济压力 否则的话就会有一些道德绑架 这样不是为了真爱而结婚 而是为了给家里人冲喜的婚姻 是不是道德绑架呢 接着我们了解一下故事的原委 故事的男主人公小张 二十八岁的他来自宁夏 女主人公小陈二十二岁的 他也来自宁夏 两人是同一家公司的职员 已经在一起谈恋爱一年半时间了 一上台赵川就迫不及待的问到小张 特别想着急结婚 主要现在他们家里人是不同意的 他呢就是一直在磨 就是我感觉我现在好像没有安全感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为什么着急结婚呢 二十八岁的年龄 确实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 但是女孩才二十二岁刚走出社会呀 并且男生想要结婚的目的 百分之七十是因为 父亲患肾移植手术已经十三年了 当年医生也说过这个手术之后 只能活个十年左右 如今算是稍高香了 身体一天也是不如一天了 而小张的父母也是很早就离婚了 他的爸爸在宁夏老家 而妈妈却在北京工作 接着小张说的 家里还有一个八十多岁的奶奶 奶奶非常希望有生之年 看到自己的孙子结婚成家礼业 所以这些都是小张结婚的理由和责任 但是一个女孩就该配合男生这样道德绑架呢 现在女孩家里父母知道男生的情况 坚决不让女儿嫁过去 第一是怕女孩嫁过去 不仅仅经济压力大 男方家的父母也根本不可能照顾到女孩 而女儿刚出社会就要 跟别人一起承担莫须有的责任 如果是屏幕前的家人们 你们女儿找了一个这样的男朋友 你会让他嫁过去吃苦受罪吗 我想大多数的父母都会心疼自己的女儿 面对家里人的不同意 小张就带着女友小陈私奔 从宁夏到了北京 人生地不熟女孩到了北京差不多一个月 但是还没在北京找到工作 而男友小张接下来的一幕 让小陈心寒了 本来就是私奔女孩没有 告诉家人她去了哪里 父母和哥哥都非常的担心 但男友小张一个电话告诉了女孩的哥哥 哥哥和父母再次联系上了小陈 想让他马上回到宁夏 大家这里可以猜猜男生小张 为什么会打电话给女孩哥哥呢 是怕女孩家人担心呢 还是想以此来告诉女方家人 他们的女儿跟自己出来了 想要女儿回去就必须答应他们结婚 而说到两人本身的感情 毕竟一年半了 女孩从20岁就跟男生谈恋爱了 在女孩眼里刚开始男生对自己的好 不过是想让自己马上嫁给他 而男生自己的想法 从始至终都是希望马上把女孩娶回家 目的就是为了给父亲和奶奶 看到他成家立业了 这从男生的孝心来说应该支持男生 但是从女孩一生幸福来讲 一个女人不应该嫁给 一个把自己当作工具的男人 而应该嫁给真正爱她的男人 这也是女方最在意的一个点 其实女孩并不是想马上结婚 而是想跟男生太谈两年 必须要确保男生是真的爱她 这也是作为女孩该有的明智 接着赵川问到两人后面的打算 当然想娶她了 但他们家人不同意啊 我现在就是想跟她回 她不让我跟她回去啊 你跟我回去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回去吧 我呢是被家里扣下 你呢也就是被我妈轰出来 这样结局你乐意看到是吧 面对父母的阻拦 男生想跟女孩再一次回到宁家 看看能否把女方父母说服 但非常了解父母的小陈 已经预想的结局 自己被父母关起来 而小张也被父母给轰出来 这个结局是小陈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就一直不同意小张跟自己回家 而此刻小张也当心 女友小陈一旦自己回到家 两人的关系也就终结于此了 男生小张还是不愿意放手 他希望自己跟女孩回到家里 跟未来的丈母娘好好沟通 并且会承诺给女孩一个幸福的未来 那这样的空头支票和大饼 女孩家里真的会吃得下吗 因为现在男生28岁了 事业也没一个又好发展的前景 说白了就是父母离异 父亲重病根本帮不上男子 而他自己也赚不到更多的钱 来维持父亲的医疗 更别说给女孩一个美好的未来 女孩嫁过去还要一起承担照顾公共的义务 这个厉害关系 让女方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轻易同意的 最后赵川也问到双方 是非他不娶吗 是的 是非他不嫁吗 我得考虑了现在 你看他 为什么要考虑呢 姑娘 他现在逼得我逼得太轻了 我现在真不知道 我该怎么办 你怎么这么难受呢 你说说看 我要是我可以打算这件事可以慢慢拖 能拖多久 算多久 他倒好提前一个电话给我给我打过去 现在家园那边给我压力 他又给我压力 我现在真不知道要怎么选拖 赵川还夸小张老师 真相真的如此吗 而女孩本来也是喜欢男生的 愿意拖个两年 等父母那边没那么大意见 在跟男生结婚的 可现在男生这么着急 让女孩自己都有点不知道怎么办了 那这段感情该何去何从呢 让我们看看嘉宾老师的见解 首先点评的是曲伟老师 你这么早想跟他结婚 仅仅就是为了让自己的父亲能看到你们结婚 这个因素在你这么 周期的这个事情里头占了多大的一个比重 占到了70% 这就是其实这个女孩最自然为男的 曲伟老师指出了男生 只做对了一件事 就是把女友的事情告诉了哥哥 让哥哥转告老人家不要担心 这点是正确的 可是小张要结婚的目的不单纯 不是因为爱 而占底70%都是 因为父亲和奶奶的原因 并且也是自己年龄到了结婚结婚 第一没有物质基础 可以给女孩更好的生活和承诺 第二是得不到父母祝福的婚姻 也是一种很大的遗憾 所以不管出于什么考虑 都应该安全地把小陈送到父母身边 不管是他父母同不同意 你可以去争取 但不可以这么自私地带着他私奔 而女孩自己现在也发现冲动地来到北京 工作也找不到 所以于情于理都先回到父母身边 解决好这件事 再谈两个人是否要不要在一起 要不要现在就结婚 曲伟老师也不赞同两个人结婚 因为不是因为爱的婚姻 单纯的是为了老人冲喜的婚姻 谁也不敢肯定后面会不会 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接着是青年演员李贝蕾的一番话 李贝蕾的见解是女孩很了解他的父母 男生要做好思想准备 更重要的一点是 任何女孩都会有顾虑 你是因为老人而娶我 还是因为我这个人而娶我 这一点很重要 希望男生不管之前是 怎么想的后面肯定要以后者去告诉女孩 因为结婚是长期的大事 生活也不止眼前的苟且 更重要的是还有诗和远方 最后是图蕾老师一针见血的点评 若是你的家人 你的父母和你的哥哥都同意你们结婚 你接吗 接 就是说你自己是愿意接的是吗 对 在我的心目当中 我认为你们俩现在目前的状况 是不适合结婚的呀 你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吗 你有那么坦荡吗 如果你真的那么坦荡 你不会私自把他带到北京 你打电话给他哥哥 也不是想告诉他的行踪 而是想他的哥哥说服他 跟你结婚 对吧 图蕾老师指出了关键的问题 这段感情最大的问题 不是父母的阻拦 而是男生本身不够坦荡 让女孩自己都犹豫不决了 所以说一个男生想要娶一个女孩 连女孩自己都没有搞定 如何去让女孩的家人赞同呢 女孩的意愿很明显 他认为自己还小 想再等两年才结婚 相反男生想要结婚 却没有跟女孩商量 只是以自己的角度 去衡量这段感情的利益得失 这让哪个女孩会轻易嫁给你呢 图蕾老师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你明明知道他们家庭反对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你父亲的病 父母会这样考虑希望自己的女儿不要拖累于其中 其实是可以被理解 你也不能要求他父母不要介意这件事情 但是如果你现在越逼他 就使得他父母越反对 越反对的原因就是你要拖累我的女儿 图蕾老师已经把问题分析得很清楚了 最重要的是女孩自己 有没有做好跟男生一起 去承担他家里的责任和担当呢 如果没有想好或者是不情愿 那就不要这么着急 毕竟22岁的年龄才刚刚大学毕业 还有大好的青春可以去享受 而男生这边如果继续这样逼迫的话 不仅仅让女孩和女方难看 更让自己和自己发父亲难看 与其这样不如征求女孩自己的意愿 如果这个女孩真的是爱你的 相信她可以为了你去承担 本不属于自己的责任 要是男生一昧的逼迫 到最后就好成为道德绑架了 图蕾老师苦口婆心说了这么多 最后女孩竟然答应和男生继续相处 但没同意马上就嫁给男生 男生也表示自己做错了 以后会征寻女友的意见 不管怎么样祝福他们幸福吧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